有一位猪太太信佛十分的虔诚 修心很精进 但是她的脾气一直很坏 一动就生气 发火 骂人 但她只要一念 阿弥陀佛 她有时候可以坐在那里 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一会儿敲一下灵 一会儿敲一下墨鱼 但是呢 念完经之后呢 脾气还是很坏 这位太太有一位朋友 一直想让她学佛和生活结合起来 有一天到她家拼命敲门 朱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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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叫 朱太太刚刚敲墨鱼 刚刚念经没多少时 十分钟 心想谁这么讨厌呢 只要不回答她 一般都会走的 我们都知道啊 敲门一般没人回答 她过一会儿就走了 没想到 刚刚念经又念了 一会儿 这个朋友继续叫 朱太太 朱太太 在门口一直叫 叫到朱太太 把火了啦 就不开门 你再叫 我就不开门 过了半小时 这个朋友还在叫 这朋友厉害 叫了半小时 朱太太 啊 结果朱太太实在忍不住了 跟掉木鱼 冲到大门口 拉开大门 就冲着这位朋友说 哎 你有完没完呢 你喊我名字 要喊了将近一千遍了 那位女友 一点不生气 笑着对她说 你 你喊 阿弥陀佛名字 喊了快十年了 阿弥陀佛 从来没有胜过你的气啊 我们人一不当心 就会生气 一句话讲错 有时候就会生气 你想想看 现在的人特别敏感 一句话稍微有点像了 就生气 对不对啊 比方说 算账 人家总是问 看见爸爸妈妈在算账 爸爸妈妈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就算菜账 还算什么账 就问他算什么东西 有一个 有一个孩子 他就是插了句嘴 就被他老爸打了 为什么呢 他看见他爸爸 去拿计算机了 这小孩子就变上说 你算什么东西 他老爸啪就抬上去了 其实他是问 爸爸你想算什么东西 结果他爸一问 老爸你算什么东西啊 不鼓掌的了 一点鼓励都没有 我都听到人家五百人在那里听命鼓励 你们这里一千人都不好 鼓励 有一个 一个人呢 现在人实际上 心中想什么 不一定嘴巴里说什么呀 你们经常有的呀 打电话的时候说错话 这人家就生气了 那有一个人 下班走在路上 看见个老大爷 在拿着东西 提的东西 很重的样子 他那本来上去呢 看见老大爷 对不对啊 这个拿着这么多东西 他想帮他去拎着 但是一时激动啊 他上去 口误了 他说 老东西 大爷我帮你提吧 谢谢你们的鼓掌 我听的不是这么热烈 好 台长听惯了上万人的鼓掌 跟你们开玩笑 因为你们的声音啊 虽然小 但是都是用心鼓出来的 就很感动 好 最后师父跟你们讲几句心理话 心理话 就是在人间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都是做人 学佛的心理话 希望大家记住 第一 别将压力 看成你的动力 很多人压力压得垮 以为这是动力 因为透支你的身体 累坏你自己 第二 不要忘记身体 那是最重要的 你的本钱 你没了健康 你再赚多少钱 也是你的遗产 别将名利看得太重 因为一切的浮华过后 最后都是过眼云烟 再大的事情 你当时再有面子 过去了 只有回忆 别以为能救命的是一生 其实能救自己的命 就是你自己 因为修养 重于你救命 所以修养 就是修生养性 年年益寿 记住 知足 那是最好的良药 华时充满 好 再教你们一个 别以为你付出了 你就一定要得到回报 凡事 不要 计较 别人对你的回报 方能 践行 以得 抱怨 你会一生当中 你不求别人回报 你的一生当中 师父告诉你们 充满着贵人 你别以为 有些人比你牛啊 他们也会老的 退休后 都是一样的 最终都是挂在墙上啊 不要忽视着忽视着 和你有缘的人 因为那些和你有缘的人 等你的繁华过后 你才明白 很多人他离你而去 知己难寻 后悔不已 所以别以为问候 别人对你的问候 你觉得很烦 这是他在打扰你 你们记住了 经常关心你的人 说明他和你有缘分 他们心里还有着你啊 我们的父母亲 时不时的打电话给我们 问候我们 孩子你好吗 身体好吗 不要嫌他们烦啊 他们真是我们的原宗人啊 希望大家都要做有缘众生 这样才能跟菩萨走得更近啊 好东西太多了 留一点给明天讲讲吧 好不好啊 我反正说什么你们都说好的 最后再弄两句给你们听听啊 有等着讲笑话了 没了 现在不讲笑话了 要讲 要讲几句 慷慨诚实的学佛的未来 人间的净土就是在我们心灵当中 所以心灵法门就是铸造一个心灵的净土世界 就是在我们的人的心灵当中 不受到五欲六成的污染 让我们学会不要再去烦恼 不要再去忧郁 不要再去痛苦 不要再去记恨别人 天天和佛心在一起 天天和慈悲在一起 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心中 铸造出一个极乐世界 谢谢